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Hey5 神早新聞報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今天天氣如何呢?希哥 來到5月14日,星期六 南海北部的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 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沿岸地區 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8度,吹微風 後轉吹和,換止清淨的偏東風 最高脂外線指數大概是6 強度屬於高 明天都會有些趙雨和雷暴 星期一趙雨會逐漸減少 氣溫會下降到19度左右 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好,嘩 今天的新聞都幾特別 聽都沒聽過我講這麼久的新聞 有,上環 好像不知地運有些問題 上環連續兩日 被人穿牆爆甲 穿牆盜竊 被人偷了五百萬的財物 哇,你說 看什麼無線的鐵拳英雄 打破人家的牆偷東西 現實生活,香港也說有這樣的事 真厲害 好,另外 上環又是星月樓 又是叫月樓 之前望月樓 星月樓 很嚴重 是否要鼠王分出來幫幫忙 另外,香港多地 大型山泥傾瀉 有傷亡的報告 死了兩隻狗 很慘 另外,沙田的失蹤婦人 我想說,今天的新聞很奇怪 這個女人不見了 最後誰找到呢 在浮沙裡找到 我們小時候看卡通片 就說跌落浮沙 救命啊,浮沙 香港也有浮沙 你真是猜不到 究竟在哪裡呢 等下告訴你 另外,之前有一宗十四歲的強姦案 那兩個 懷疑二叔 那男朋友說,沒辦法 他強姦你也不行 我不能出聲 那兩個男人就不認罪 今天的新聞都很古靈精怪 跟大家說一下 疫情數字 298人確診 三人死亡 古靈精怪到怎樣呢 詳細新聞報告 在九龍醫院 爆發一隻 抗萬股酶素 長度鏈球菌 有二十個人染疫 其中一個就出了院 這件事都很少聽 早前已經有病人 有這些疾病 現在發現有二十個人 即是爆發了 其中一個七十八歲的病人 已經出了院了 有一個七十四歲的病人 就說自身的疾病 就送到伊利沙伯醫院 作進一步治療 會不會再惹出去 為什麼呢 有二十個病人 分別有四個康復科 康復科 以及一個叫做延續护理病房 裡面發現 年齡介乎69至99歲 很少聽的 所以這些新聞都挺奇怪的 另外呢 就說有個 大鼠茂形肝炎 在大埔的 是 暫時呢 是 看看 他暫時呢 就是未確定感染的源頭 是今年手中人類感染 大鼠茂形肝炎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個案 第一次 一名55歲的男人 就到威爾斯親王醫院 接受治療期間 發現肝功能異常 血液樣本化驗之後呢 證實呢 就是大鼠茂形肝炎 呈陽性反應的 唉 那患者呢 現在情況穩定 他住在大埔的 但是他沒有跟老鼠接觸過 潛伏期間沒有外遊 不知道他怎樣舔回來的 那我分分鐘是吃過些東西 有老鼠咬過都未頂 你之前有沒有看過那些新聞 我們下去街市啊 或者什麼買那些豬也好 什麼都好 都有一些東西舔過的 什麼豬鶴盛那些 那些 好啦 糟糕了 之前我記得 不知道哪一檔 那些燒豬啊 那些老鼠先吃先 還是那些呢 唉 可能有 之前有些超市 整隻老鼠跌下來都有 是啊 很多啊 是不是 最近老鼠都嚴重 現在還未算嚴重 遲些天氣熱了 那時候老鼠更嚴重 是啊 那大家自己 小心點 煮熟一點才好吃 那確診方面呢 就是298宗 陽性 三患者 就是離世的 上環酒家 升月樓 至少三十人驗疫 哇 真誇張啊 真誇張 其中兩宗公立醫院情報 一男一女 年齡介乎84至86 其中一人沒有接種疫苗 另外呢 就是一個打了一針 是啊 他說三個 但是說了兩個給我聽 真的 那個資料 那麼 升月樓爆發疫情 29食客一名職員 確診食客年齡 介乎八歲 什麼 一百一十七歲 我有沒有看錯 他有沒有報錯 八歲至一百一十七歲 哇 有這麼大年紀的人嗎 香港 我真是這麼看到的 這個叫商台新聞 上個星期六 晚上六點至十一點用過線 涉及超過十張桌 同場有超過二百個食客 還有五十個職員 衛生署中心表示 大部分食客當時是酒樓的三樓 二樓都有幾台 那麼人員已經在酒樓採取四十八個環境樣本 即是不是同一個層數 兩層都說中招 奇怪 那麼找一下他究竟洗手間的高危位置 是不是有病毒樣本 張竹君估計 對呀 升月樓確診食客尚未情報 有一些 群組個案的數字會繼續飆升 嘩 真是厲害 那麼西環 西縣台 就有二十二個確診 都很多 那麼這裡加那裡 已經有五十幾個了 是不是 那麼全香港都說 有二百多人 那樣樣 真是厲害厲害 那麼防護中心 估計二百至三百的水平 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但是好像之前 孔凡藝也不是這麼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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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大家猜的東西也有些不同 不過大家也是猜的 我猜就希望他零確診 猜的 當然猜的 猜好 猜好 當然有些人就很害怕 那些網友又不明白 又說 你也不明白 經常都說 打針不防感染 防重症 不是說這些 之前看月樓也沒有什麼重症 不過害怕 那些人會否說 禁堂食 再什麼 那些 那個數字 你真是 你只是想自己 不會重症什麼 很多人要做生意 政府會否因為 要保障市民健康 而禁堂食 禁堂食 那些人是擔心 這些 真是 看新聞也要引導你 真是 想多些人不同的處境 不要只想自己 不要只想很多各行各業 我們這些 看到西苑台那邊 四個家庭 有五個個案 污水病毒量也是高的 張竹君還說 涉不同的層數 對了 搞到 有四十個地點 就立強檢 每天都是四十 旺角帝風 旺亭 六座 半山 翠錦原 上榜 嘩 又是四十個 屯門 柴灣 何文田 東涌 鴨利州 大角咀 大埔牛池灣 池雲山 全香港十九區都有 全灣比較多 立眼看到 西區那邊 西營盤 堅尼地城都有 荔枝角粉嶺 半山區都有 香港到處都有這些情況 不過 如袁國勇說 你打針 你都未必需要害怕 但有些食店違規 中環餐廳 超時堂食 十點後 繼續給人吃飯 23個食客被罰款 負責人都收全票 真是慘 錢不會多了你 不過罰了你 23個食客 自己看中 灰姑娘 快變成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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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放寬 快要解釋 快要解釋 現在暫時還未有 要守規矩 昨天晚上11點 11點 11點 你還在押粉 不是吧 對 30歲的菲律賓籍 直男負責人 就違反了那個599F 另外14男狗女 就年齡介乎22至60 都是599F 每位5000 而一個英國籍女子 就未能出示身份證 就去中區警署調查 唉 真是 好 今天很多新聞 真是 要講些厲害的東西 大家聽一下 剛才講到上環大禍 都幾大禍 先講的 但因為連續兩單 那班賊吃過翻尋味 真是賺快錢 好勤力 上環單位租爆洩 村牆入屋 塞古董現金超過370萬 這是第一單 賊人作村牆 再偷隔離屋 這麼厲害 就是 昨天早上11點3個字 上環王后大道中 1889號 啟豐大廈二樓 一個單位 72歲姓盧 南胡主發現屋內被人炒得亂 保安商被人叫歌 於是報警 警方在附近兜截 找不到人 損失一百二十萬現金 一批價值二百五十萬的古董 和兩套五萬元的音響 都被人抬走了 我說 胡主並非居住在上子坪 一整天回來打掃聽歌 挺捨意的 近年 一整年都沒有回來 為賊人 就乘虛而入 知你沒有人 就叫門進來 搜掠你名貴的財物 胡主大受打擊 回應事件要冷靜一下 因為這間店 是專門放二百五十萬的古董音響 和回來聽歌 你說多享受 有人沒有屋 有人拿屋子來做happy room 現場所見 攝氏單位有一幅牆穿了 被人爆牆 爆去隔離屋 隔離屋都有被人搜過 企圖連環爆洩單位 現場消息指 那個單位 都沒有人住 但是那個單位 是沒有東西損失 因為別人不放東西進去 嘩 上環這麼多屋 沒有人住的 厲害 還有一宗 連環兩宗 穿牆賊 發現有多少人做呢 這些大茶飯 四個 四個賊人 再 就偷了茶餐廳 接著就搜掠海味店 九十萬海味被 倒了 對了 也是 剛才凌晨一點 幾勤力 那些人 開完工又開工 還不是同一班人所謂 又上環又穿牆 乾樂道西 八十六號 近修打蘭街 郊街地下 一間深容海味店 防盜警鐘響 警員聞訊 即是聽到警鐘就來了 負責人同時都來看看 什麼事 嘩 牆穿了個大窟窿 一批花膠茶葉 不逆而非 損失 九十萬 消息指 被鑿穿的牆 就是往這個 收打蘭街二十五號的茶餐廳角樓 茶餐廳同樣被爆了 少量損失 對比九十萬 都不值一提 那個損失 閉路電視都爛了 警方不排除有人先爆茶餐廳 再鑿穿你牆 入你海味店 偷東西 將案件列作爆洩 真的有個爆字 打爆你 現在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正追輯四名男子歸案 據了解 賊人犯案後登上私家車套去 嘩 有勢組織去犯罪 真是 厲害厲害厲害 好 講一講 阿sir不見了東西 將軍澳警員執勤期間 遺失了警察通訊器 呼籲市民 執到的話 麻煩你給我們 是這樣的意思 這件事 昨天在區內 執行職務的時候 跌了警察通訊器 警方接獲遺失器材的報告 立即找不到華爾街人執了 如果大家執了 立即致電999 或者郊環就近的警署 警方重新 就裝備的保管 和使用嚴格的規定 警方會繼續有關事件作出跟進 是 不要打算立了 好 那今天 還有一宗非禮案 講講這些嚴濕事件 天水圍兩條女 兩女兩日內 先後被非禮 警察翻看天眼 拘捕了23歲的男人 一年兩日 就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十一十二日 警方接獲兩個妙齡少女 十六歲和二十七歲的女子 報案 在天水圍醫院附近 近天華村 被一個男子非禮 看回閉路電視 鎖定的目標 23歲本地男子 在昨天 把他拘捕了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 調查隊跟進 天網灰灰灰 有隻天眼看著你 嚴濕事件還有一宗 不過不說這個 說別的 大家 這個究竟是輕生還是不小心呢 九龍塘女子跌到路軌 東鐵線列車服務一度受阻 昨天下午兩點鐘 有個女人 跌到路軌 六十五歲女子墮軌 是清醒 救護員把他送院治理 受事件影響 服務受阻 阻礙列車 也有半個小時 列車的班次有半個小時 調查他輕生的原因 未檢獲遺書 真是 大家珍惜生命 別這麼傻 另外看到 有些離奇古怪的新聞 要跟大家講一講 沙田 失蹤的女人 現身在 漁南泳灘 陷入浮沙 救生員奮力 終究出 浮沙 一跌到沙 救命啊 你們先走 別管 看電影 歷險歷奇 很多跌入浮沙 香港竟然有這些事情 港狗請力 員工會表示 在昨天早上九點 救生員在南大嶼山 長沙泳灘 發現一名 婦人被困浮沙 當中出現低混症 意識模糊 被兩個救生員一個清潔工 拔他上來 其間救生員一度跌到浮沙 幾經辛苦 才一起上回來 婦人經護理後 情況很轉 通知家人 報警 送院自離 夠遲些就死了 是啊 用什麼浸死 竟然走走走搜索 找到一個頭 看到一個頭 然後馬上叫人來 拔他上來 警察還沒到 救生員把他拔上來 但當時已經有低溫症 很冷 這個女人 失蹤女子 68歲 林雁英 根據政府公佈 林雁英 在5月11日 在第一城 港鐵站 最終最後露面 他家人之後就報警 為什麼沙田不見了 最後在大嶼山的泳灘出現 又在浮沙上 真的不知道 嘩 厲害 要問他才知道 如果這些事 如果放在世界新聞 就說外星人的理由 厲害厲害 好 接著說說一些奇怪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是很奇怪的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迷你電單車 我有 我有 很小的 小的 還小的 行李箱 他夠膽死駕出街 有人 蛤 那些網民質疑 這次玩具 可以駕出街 他駕出馬路 行不行 這些小型 甲蟲車 你見過很多 電單車 正所謂 在鴻圖道 發現 有人在馬路 駕駛這些 好像一個鞋盒那麼大的 電單車 嘩 真的很小 原來這輛摺疊式電單車 是 行不行的 炒到八至十萬元一架 發文 好像玩具 轉彎也有問題 不是 轉彎也沒有問題 他們說 這麼好駕駛 這些究竟出不出街 有網民質疑是否違法 原來根據 道路交通規例374A 每部電單車 機動三輪車 雙殘車輛 需要配戴最少一塊鏡 倒後鏡 在右側的外面 就知道情況 可以 他說 可以不可以 原來可以一塊鏡 都可以 這樣說 這麼厲害 不是說 真的 不是開玩笑 真的可以 原來 你以為可以看到 這樣嗎 玩的都可以 不過自己危險 如果被大車碰到 你真是連人帶車 情看不到 有些死位 比小孩子還矮 蹲了 腳抹到這樣 不要 這些拿來搞 他就跟著交通規矩 又戴著頭盔 等等 但都是 好像很危險 昨天我都說過 有大雨之後 一定有山泥傾瀉 有一個 兩單都挺大的 大型的山泥傾瀉 半山中峽道 山泥傾瀉 沙泥夾閘巨石 衝落馬路 嘩 嘩 這裡有什麼事 真是湧上一個人 那些消防員 馬上去掘掘掘掘掘 看看有沒有人 沒有的 這件好彩 連日暴雨 對 昨天深夜11點 中峽道5號 嘩 這個六米的戶土牆 突然間 就是崩塌 大量沙泥巨石 湧出馬路 那個覆蓋面積 就5米乘5米 你想想多大 好彩沒有人受傷 那些消防員 派出搜救隊去清理 現場 雙程行車 就變成單線行車 還有一宗 就是 這宗就有傷亡了 山泥傾瀉 樓浮山九隻收容所 兩隻狗 慘死了 慘了慘了 其中位於樓浮山 深灣路九隻收容所 一個戶土牆 就倒下來了 導致 就是那個 有些被泥土掩蓋了 其中兩隻狗 一隻叫大伯 一隻叫燈燈 走避不及 被山泥嗆了 就死了 對啦 真可憐 這些山泥傾瀉 都非來橫和 剛好 那位就是 愛心 九隻收容所 有兩隻狗 去了彩虹橋 希望他下世可以有些好的 因果 好 另外 就要說一說 你現在吃飯 海鮮價 我看到新聞 有個套餐 隔一天就被人發現了 連鎖快餐店 海鮮價 68元的去骨海南雞煲仔飯 第二天賣99元 另外一個 海南雞油飯 60元 第二天賣88元 為何這麼海鮮價呢 還要連鎖 現在這些 價格相差 單日 增幅45.6% 實在太離譜了 被人發現了 香港究竟發生什麼事 人們就問 大家自己看東西 吃飯 看價錢 這樣也照樣買 不過很多人都不理 想著 是星期六而已 貴一點 就這樣 也不是貴得這麼過份 貴10元 20元 貴多少錢 他那個 68元 變成99元 又三十多元 你真是 哎 我昨天還說 加拿大食物貴 香港也不便宜 其實 不便宜的 就算平日同一間餐廳 下午那個餐 晚上那個餐廳 都可以餐三十元 沒錯 那就更過癮 我說了 這裡有什麼 然後人們就說 你們兩個傢伙 有什麼居心 說我們加拿大 是不是叫香港人不要走 我說香港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難道叫人離開香港嗎 愚蠢 被人說新聞嗎 白癡 好 另外馬鞍山私家車 橫掃安全島 司機被揭追架 我這樣說 香港的馬路很危險 快點來移民 你也是白癡 對嗎 好了 馬鞍山發生罪嫁 就在剛才凌晨三點 失控狀安全島 毀壞了三米鐵欄 一個51歲的男司機 醉酒駕駛了 拉你了 被捕了 報稱 胸痛不適 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好 接下來又加價 如果要搞姜濤灣的電車免費 可能你們就要多些錢 成人票張價至三元 電車都加價了 都很久沒有加了 兩元三元都沒有所謂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很貴 那一天多 你來回一天多兩元 一個月多六十元 如果有些人真的搞不定 希望政府的津貼 給多些錢 給多一百幾十元 就是抗通脹 好 看到交通方面 東鐵過海隧道 因為那些乘客大減 巴士三零一線 服務了三十年 都要停線 昨天說的小巴線 要停了 原來連巴士都頂不住 沒有人搭就要停了 三十年 很多巴士迷衝去 拍照留念 另外尖沙咀有隻槍飛到街上 這次你猜不到 裝修工人和外籍的租客同被捕 不是拉業主 誰在 發生什麼事 那隻玻璃槍飛到街上 昨天下午十二點 徒人報警 看口道三十八至四十號 對開 有隻玻璃槍從高處飛下來 碎片四散 幸好沒有打中人 不過 都近馬路邊 真的走過馬路 都分分鐘中頭獎 四十三歲姓高的 男裝修工人 和四十一歲 德國籍的男租客 涉嫌容許物體自建築物 掉下來 掉下 是被捕的 油尖警區刑事偵查隊 第三隊調查 這樣 好 另外 專偷拍街貨車燃油 什麼 專偷拍街貨車燃油 警察 就拘捕兩個男人 涉14宗柴油 就盜竊案 噢 有些車放在那裡 然後就專偷那些柴油 兩個男人 十四宗這些案 才抓到你 涉及金額 就八萬元 就被捕了 好 另外 講一下一宗好無功德心 公屋大堂 被一個超巨型的雜物塞住 你真是想不到有幾巨型 哇 即是公屋大堂就很大的 他那個雜物大過七人車的 你想想多誇張 什麼了 街坊就怒戚 好自私 管理處 嘩 就真是出手了 這件事簡直是瘋的 高就是天花板那麼高 大就大過七人車的雜物 你看過沒有 用那些防水布包住 那管理處貼了告示 要求物主24小時內清理物品 否則就會被移走 撥網民支持做得好 這樣 很誇張 為何這麼大塊的 真是一部小型貨車的體積 高度觸及天花板 外面還放了幾半盆載 真是 當你那裡住了 真是 那裡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是不能擺東西的 最後有沒有移走 租倉也不是很貴 這麼大塊的東西 可以放在那裡 真是 什麼不貴 比起公屋的屋租 也有成 一千元左右 可能要一千元 也可能要兩千元 差不多你那個房租 有扣分制的 公屋 如果搞這些扣分 你隨時屋都沒得住 其實這些 有時候只是扣分 不如太離譜 那些 直接去 扣分了他 扣分了他 很害怕 在邊緣上 這些真是太離譜 真的太離譜 但是我昨天說 嗯 即是說新聞 有些 還未出過 那條片 待會講一條新聞 就說 有些租客很離譜 怎樣改 整爛你這間屋 很多人是很無功德心的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真的 猜不到 猜不到 猜不到就不是這些新聞 另外 之前有一宗 十四歲 最左的小妹 被兩個男人說 鄰姦 涉嫌 二叔那宗 是的 這樣 辯方律師 說被告 看過鹹片 之後 走進你的房間 打架而已 沒有搞你的 那個女生說 很模糊 當時喝醉 沒有什麼印象 她說這樣 究竟有沒有呢 人家說沒有 她說 有搞到有兩個說法 那就糟了 真是害怕 不知道你行不行 因為整件事裡面 好像那個受害者說出來 那個口供又不是太過 第一次和第二次好像有點不清楚 說得好 別人問她 誰脫這道夫 她又說不清楚 這件事 糟糕了 究竟會怎樣呢 她說 她說她男朋友 離開了單位七分鐘 七分鐘 究竟是不是七分鐘呢 究竟是不是七分鐘呢 但是那個男人之後就說 她是我二叔來的 沒辦法 七分鐘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想說 但是究竟是怎樣呢 下個星期再審過 那這件事都 唉 就是 總之那些小女孩 十多歲 好好地讀書 應該是夜街都不要出的 十四歲了 還有今天的男朋友 走去陌生的地方 然後還喝酒 那麼小時候喝酒 那當然是有吃虧的 對不對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喜哥 拜拜